鸡火二丁 鸡火二丁又名红白二丁 是用鸡肉和火腿一起烹制而成的 是金华地区的传统风味 制作这道菜用的主料是 熟火腿100克 鸡腐肉200克 调料有少酒3克 葱段2克 鸡蛋清 味精1.5克 熟猪油 精盐1克 还需要清汤50克 湿淀粉20克 我们看一下这道菜的制作方法 先将熟火腿切成丁装入盘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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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鸡腐肉 再把鸡腐肉先排一下 也切成丁 parsley 一个道菜 sticking 精 airport 优优独播剧 grace 这样 DID 根养 OS הא� 把切好的鸡丁放入碗中 加入绍酒 精盐 鸡蛋清 抓匀上劲 再加入湿淀粉 活匀上浆 取一个碗 加入精盐 清水 湿淀粉 调成碗汁 锅放火上 加油 待油温升至三成热时 倒入鸡丁 用筷子划散 然后沥去油 再倒入锅中 放入火腿丁 加少许的清汤 然后倒入碗汁 翻炒均匀 再加入少许的熟猪油 炒匀后起锅 装入盘中即可 做这道鸡火二丁的时候 要注意 鸡腐肉可用带皮的鸡腿肉代替 味道更加鲜美 鸡火二丁 鸡火二丁这道菜的特点是 鸡肉柔滑细嫩 火腿香软柔润 好看又好吃 鸡肉柔滑细 鸡肉柔滑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